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这个末法时代 一个好的法门 再加上老师的指导 再加上功德才能成就 这是真的是不可缺缺的一些东西 那功德就是说 我们就是从每一个微小的起心动念 每一点点做 因为人世界不是你能想想的功德 就可以理解起来 是要做的 你不能变成物质层面的东西 你不能变成行为 它这个功德是不圆满的 知道吧 因为我们生活在物质层面 知道吧 一定要做出来 你要不撕一个杯子 你不能想一个杯子不撕出去 你要把这个杯子造出来 放到它里面 这就叫不撕 就是说我们在物质层面 你要在光化世界 你在天人道 你心想事成 你要做什么 想一想就要开了 已经满三千打千世界 在境界里那样子 但是在人道 一定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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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脚越的做功德 每一个物以善小而不为物以外小而为之 很小的一点点小时 立即到功德 真的能立即到的 尤其在这样一个厂里面 它会无限制放大 你很微小的一点点小的功德 突然就放大了 因为有成道者 这里边有很多人将会成道 哪怕你扫这个桌子的时候 你供养的是所有的成道者 因为你会 你把这个桌子插进的时候 你利益到 所有的阿罗汉 所有的佛菩萨 所有的 就是说利益到很多的时候 因为成道者 它的功德本身就大 马上就回想过来 这是大成道修行的一些东西 最起码这些界地要懂 当有无数人在这里边成道的时候 那么你的东西会无限制放大 随着它的成道你放大 放大你的功德 因为我直接我说 你去一个大街上一个角落里扫一个墙角 你扫得再近 因为没人在那修行 也没有人在那去 所以你那种利益是 你也进化了空气 你也利益到了这个城市 也有功德不是说没有 但跟你在修正过程中 这种微妙的这些东西 还是有差别的 它会无限制放大 与场的不同 你一直说唱会 唱会有什么特别的那个 就是需要遵循的那个方式 或者什么 没有真的知道自己有问题 真的知道自己有问题 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自己 因为我们是修行的忏悔嘛 你不是说怎么 那么修行自己一直上不去 一直觉得折腾 那么肯定是有夜里在做水 那么这种夜里不消一天 我们肯定在折腾 那么我们就忏悔 那么修行人的忏悔就是说 我们生生世世的夜里在哪儿 那我们就忏悔生生世世 我也不知道生生世世做了什么 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相信自己 是有夜里的 否则我们 为什么现在不清静 那么OK 我们去忏悔就是说 生生世世 我无形中去 可能会伤害到很多的周生 生生世世 忏悔 甚至于人道的 我们会知道 我们对人道的情况 了解的越多 对生命本身了解的越深刻 比如说人有疤苦 人的苦啊 这个生命了解的越深刻 我们越想解脱 那就忏悔越深刻 我自己轮回在这里边 我不得解脱 我是有一些东西肯定是做的不好 我不能为什么我们的佛性 泄露不出来 我肯定有染污的东西 那我们的分别执着 这些东西都可以掺 有时候 因为佛以前的弟子 希加牟尼佛以前的弟子 他们犯了一点点小错误的时候 真的是起立交流 痛哭流气 就是说一旦做错了一点点 是啊 他们每次都是痛哭流气的 在生团里忏悔啊 就是他们首先生起的是惭愧 我怎么就一念无名 就犯了那样的错误呢 我这个脑子怎么进水了 我一念 一念没考虑清楚 就犯错误了 你看人家师兄们修得多好 我怎么就不行了 他就那种悔恨 跟那种惭愧啊 他就 就全部流出来了 我们现在达不到那种状态 就是内心犯了个错误 现在唯一的就是能绝照清楚了 能绝照了 但是呢 才可以跟那种内心真的 从内心那种回合生不出来 因为心性上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习惯于在负面的一个场里生存 我们甚至于把那个做完以后 轻轻的就把它抹得一点痕迹都不要了 即有即空了 直接有症疗盖掉他 然后忏悔的时候就什么也没有 困困的 我忏什么呢 我忏什么呢 小都小不起来了 记忆也就忘掉他了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是 菩提心和慈悲心非常重要 如果有菩提心有慈悲心 我们那些症疗都可能大有用场了 但没有菩提心没有慈悲心 你即有即空的境界 是做什么境界 就很可怕了 如果你一旦具比这种能力 你又没有慈悲心 又很自私又很自我 那完了我们就 知道吧 我们很无望的看着你 你那么高 谁敢跟你做事啊 是不是 你都不留痕迹了做事 又没有慈悲心 又自我又自私 那得罪了你还了得 那还是躲的远一点吧 是吧 离他远一点 人家都既有即空了 盖掉你就割草似的 心里是什么 偎天 见语 人家都把你试我 在其他的小时 吃它 我都是不打开 太阳了 痛 人家都不得了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